花蓮县议会民政小组13号上午进行的县府相关业务考察行程 分别前往了位在捷安乡光华村的龙岩连园顺面纪念馆 还有寿风月梅丰山两处部落集会所兴建预定地进行考察 对于龙岩集团所回馈释出给县政府5079个塔位 使用率不高的问题 希望县府民政处可以再加强宣导 县议会民政小组一行人在总州张怀文的带领之下 一早前往位在捷安乡光华村的龙岩连园生命纪念馆进行考察 针对龙岩集团107年起所回馈释出给县府的5079个塔位 给符合资格的县民申请 至今只有19个申请 使用率不高的问题进行了解 与业者县政府民政处来进行沟通 有依照当初的协议回汇给花蓮县政府的塔位 也希望民政处中将的科长也一样 来关心我们的地方上 让我们的资讯能够普遍让大家知道 那另外我们也目前也收到光华村 很多乡亲来投诉 也希望说一并了解 等一下要新设的这个纳古堂 我们一并来了解 就是合约和罗列的这七项的人可以入住外 另外是不是可以请民政处跟农民公司来协调看看 并且现在因为都市的拓展 有一些公墓的牵账是不是也适合该条例 你如果适合出来的话 第一花蓮市 花蓮市的那个在市委那边 左上公墓那边 还有三四千 是不是能够做迁徙的动作 还有甚至挤安箱 挤安箱也大概有七个八个公墓 这些如果过来的话 当然管理费一定要支付的 你们还是有成本 那是不是说可以做一个双向沟通 原乡来讲 现在也慢慢的逐渐到塔位甚至到纳古墙 可是部落它基本上都是一个群体 或者是家族性的 那比较难会牵制到北区这边来的人 这个是大概难不理解的 所以就可能会比较大部分 都会比较自在集中在北区这边的 领线或比较需求 不过我当然也看到就是说 基本上一些概念跟一个叙述 那不同刚刚我们总督所说的 它会让这塔位的使用性更高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边管道 应该要请民政处处长的兵也要协助的 这个捐赠给我们的 从第一收入这个 就是1079个位置 我想 因为这边最关心的就是 目前为止 为什么只有 就是说19个人使用而已 其实这个 科里面 你在这边一直有在思考 说为什么这个状况 那其实我想 罗列书情问特征就是说 原生 很策略的 中低收入 中低收入 确实是比较少数的一群 那第二个 其实现在大环境也不太 也有点改变 就是其实我们的 好心的人很多 愿意帮助人 帮助人的也很多 包括我们的很多议员 民意代表 很多愿意帮助这些中低收入 所以会真的运用到 随后民政小组一行人 前往受封箱月梅 封山两处部落集会所 新建预定地进行考察 对于月梅预定地 希望原住民行政处 能够体谅民意 先行将地整平 让月梅部落的族人 有更大的空间 来进行封年纪传统文化的活动 而封山部落集会所 因为招标后流标的问题 希望能够尽早解决 让工程能够顺利进行 107年的时候 整体的规划已经完成 那时候还到 收入代表会去报告 那马代表很关心 也希望积极能够推动 包含我们在地方上的议员 都希望说 这么好的一个部落 虽然人也不多 可是我们希望说 这个社区型的这个部落 完成以后能够跟社区一起来共用 每一个地区 每一个部落 它的 跳舞厂的兴建部分 我看到这个部分 已经算是 已经慢慢步入正轨了 因为刚刚已经是最后 第一标已经 已经踏出去了 那讲就是 因为他们 松山村 他们都是在8月初的时候 就会做一个 所以刚才 我很怕听到那种 先说 我们有机会 有机会 那个我最怕 最后还是希望说 下个礼拜 如果你们 流标的话呢 是不是 也把资料告诉我们 说 我们该怎么做下一步 记者综合报道